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多谢款待123-125集 雅艾子收到了湖南的来信 信中写道,他在船上如愿当上了会计兵 烹饪手段得到褒奖 请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看罢此信,大家都感觉放心了不少 而西门因为初中生死亡事件,心情很郁闷 他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守护不了 雅艾子安慰他说,他一直在负责艰难的拆毁工作 就是为了百姓的性命 说如果没有西门,他和孩子们根本生活不下去 为了让西门精神起来 他拿出了准备紧急时期使用的烘焙米 加水煮一煮,然后放入用海带和茶做的汤汁 西门吃了一口高兴的说,果然还是大米好吃呀 而来到办公室后,他被告知要变更疏散区 就是说不拆现在的区域了,改拆其他区域 说因为有为议员的亲戚的房子在那里 所以要改拆 西门一听就急了,因为已经拆了很多房子了 总务长无奈的说,上头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只能怎么干 西门只感觉一阵无力 此时有人来报,美国的B29轰炸机空袭东京了 目标是五藏夜市的飞机工厂 广播里播报七十余架敌机入侵东京 进行了大轰炸 继母说他们空袭的是飞机工厂 所以我感觉没事 空袭果然没那么恐怖 而牙子也很乐观 岂不知日后的大空袭将是一场地狱般的灾难 晚上西门做了个梦,梦见了被大火烧焦的妈妈 又梦见了空袭来临,被炸死的牙医子和服酒 他猛的惊醒一身冷汗 他紧紧攥着牙医子的手,说他做了噩梦 之后西门如饥似渴地阅读关于燃烧弹的资料 他跟上面说,只在屋顶浇水根本没用 一旦发生火灾,会吓得腿发软 他提议在疏散区中心留一片建筑 放一把火,进行一次防空演习 这提议得到了认可,小鹰一家要去东京避难了 他把剩下的粮食等物品都送给了牙医子 有烘焙大米,还有砂糖衣服等等 牙医子激动得很 可怜的作家想把亲笔签名的关东主王国的出版书送给牙医子 但牙医子根本没工夫打理他 他只好善善地交给了西门 而西门则一直郁闷地喝酒 袁泰问他怎么了 他说他以前一直认为只要踏踏实实地干 就一定能为孩子们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但他说我们的孩子们的青春却如此不自由 说把这事件弄成这个样子的正是我们呢 终于防空演习开始了 西门豁出去下了一个有良心的决定 于是当牙医子回到家 西门的同事着急地说西门被抓走了 说西门指挥防火演习时 突然朝起火的地方浇汽油 并大喊空袭才不是这种程度 说空头下来的燃烧弹 犹如从天上泼下来的火油 根本扑不灭 要想活命跑得越远越好 说城市是为了守护人而建的 为了守护城市牺牲人命 简直狗屁不通 然后他就被抓走了 继母交集问西门会被怎样 属下说会被严惩 牙医子一听立刻要去理论 继母两人赶紧拽住他 而另一名同事过来说 西门客长说的没错 火油根本扑不灭 但他让牙医子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连他也会被抓进去 这个家就完了 牙医子哭着说 西门的母亲在火灾中去世 建造一个安全的城市是他的梦想 他狠下心来强拆 是为了人们的安全 让人逃跑 也是为了人命 说他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袁太跑来家里 看到牙医子正在写信 给能帮忙请愿的人 他着急的问 有没有更直接的门路 牙医子说 有门路我早去找了 而袁太突然看到了滕井客长 借给西门的那本 关于燃烧弹的书 两人急忙去找滕井客长 哪只滕井客长 突然推门而入 说我带了面粉来 晚饭能加双筷子吗 这哥们看来的确够孤独的 当他得知情况后 二话没说 就带着牙医子去见他的发小 他的发小在司令部 是个很有身份的高官 客长抱歉 大晚上的来打扰他 然后就把油纸包打开 里面竟然是焦糖饼 是用客长带来的面粉 和小婴送的白砂糖做的 发小吃了一口 禁不住赞叹 味道真好 说跟我奶奶的手艺有的一比 而客长就趁机说西门被抓了 发小今天也听说了此事 说这个不成 就算你求我也不成 客长说西门母亲死于南区的火灾 他的梦想就是建造安全的城镇 然后就给他看西门建造的小学 和漂亮的地铁站 而发小的孙子就在这所小学里上学 客长说西门是有用之才 敦大狱岂不可惜 说可以让西门帮发小建造军事设施什么的 肯定结实 说西门没什么政治意图 就是想造结实的房子保护人 于是发小动心了 然后说这个焦糖饼我能都收下吗 客长立刻高兴的说 这焦糖饼就是他太太做的 然后赶紧把门打开 牙医子立刻拜扶在地 说如果您爱吃这个焦糖饼 我可以给您做成百上千个 就算给您做一辈子都行 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 哪知发小说对了 甜甜圈你会做吗 牙医子不禁有些懵 直到转天早晨 牙医子终于回来了 众人忙问怎么了 牙医子说成了 然后腿一软 差点摔倒 他说他给那个发小做了一晚上的甜食 说那人特爱吃甜食 让牙医子没完没了的制作 他奶奶曾做过的点心 小妹说有那么多白砂糖吗 牙医子听吧 从袖子里掏出一包包的白砂糖来 说他做了一晚上 气急了就拿了一些 说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看来人机挨饿的只是老百姓 高官家的物资堆积如山 这就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动死骨 转天他就用白砂糖给孩子们做了棒棒糖 并叮嘱孩子们绝不可以说出去 突然一个声音说 我可以尝尝吗 牙医子回头一看 正是西门 他一把把西门推倒 说你一把年纪了 一点也不为家里考虑 说这个家还要靠你活着呢 然后又一把抱住西门 哭着说你做的对 做的很对 夫妻俩紧尽相拥 仿如解后余生一般 为了庆祝西门归来 牙医子还做了煮饺子 只是不是肉馅的 而西门说 他虽然被释放了 但被市政府解雇了 所以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 要在家待一阵子 其实作为处罚 西门将要作为文职人员 远赴中国东北 在日本投降前一年去参军 那很可能就是有去无回了 首先他跟太介谈了心 说太介是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孩子 说他很骄傲 有这样的孩子 然后他又来看望福酒 福酒给他讲解燃烧弹投放后 内部粘稠物质 粘在表面燃烧不断 根本扑不灭 说西门搞的演习 还是有疏漏 西门忙说他懂了 他摸了摸福酒的肚子 感觉自己的孙子在动 福酒说孩子在投球呢 西门说也可能是在踢球 福酒说不是 说投和踢动作有区别的 这孩子果然神人也 西门又问牙医子 有什么想吃的东西 牙医子一口气爆出了 一座屋的甲鱼 脚腕家的鱼肉火锅 玉树家的脆香萝卜 鞋板家的炖牛肉 牙医子说本来都想去吃的 但因为各种事情都没去成 不过这些店基本都关门了 但西门说可以去找找 而小妹觉得西门的行为有些反常 于是就偷偷去问腾井科长 科长告诉了他实情 说他发小已经尽力了 说那件事影响比较大 所以只能办到这种程度了 他说西门想看着大家的笑容离开 而且后天就要走了 而西门和牙医子来到电台 说根本找不到还营业的饭馆 所以就想来听听小妹唱歌 小妹忍着内心的悲伤 唱了一首歌 歌声优美动听 牙医子和西门都听得如痴如醉的 最后西门拜托大起 要好好照顾小妹 出来后西门拉起了牙医子的手 牙医子害羞的说 多老夫老妻了 多不好意思呀 两人手拉手的走着 傻乎乎的牙医子 并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转天那只已经游进灯窟的老母鸡 竟然又下了个单 牙医子高兴的问大家想怎么吃 而继母和小妹大起都借口有事 出门去了 把最后一天留给了牙医子和西门 于是牙医子就用这个鸡蛋 做了一个和西门有很大渊源的料理 本集中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孤独白下次见 有猴